今天要带您关心到的是英国明天就要举行的是国王加冕仪式 查尔斯三世将戴上王冠手持权杖跟王权宝球 不过现在南非的民众有意见 呼吁英国要归还王冠上的宝石 怎么回事要交给慧云 好没有错 事实上这个明天呢 就是英国王室的非常重大的一个加冕仪式 这个是查尔斯三世的加冕仪式 那他成为呢其实是登基加冕的最年长的君主 但尽管如此呢这场典礼还是相当的盛大的 不过就在典礼举办的浅戏 由于呢他到时候会被加冕戴上一个皇冠 那这这皇冠上面的宝石似乎有一点争议 因为这一颗宝石呢过去是由南非这边开采出来的 非洲之星切割而成的 那这颗钻石呢是因为非常的大 所以他其实总共是切成了九大块 那这当中呢有一个最重的是五百多克拉的 他是镶嵌在这个皇冠的皇权的手杖上 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一颗是三百多克拉的 是镶嵌在这个宝石皇冠上面 所以现在呢南非这边有一名律师 他就要求联署说英国应该要归还 这些来自于南非的钻石 那其实呢这个是有一点关于过去的殖民历史的 他说如果现在英国真的要彻底的去殖民化 那过去呢在英国王室这边饱受争议的这些宝石啊 还有非常珍贵的饰品是不是也应该要都误归原主 不过事实上这样子的争议呢是几乎每一次皇室有非常盛大的典礼的时候 都会被拿出来抨击 那不止像是有南非的宝石 像是印度的宝石呢也曾经被拿出来 就说女王应该要来归还这些珍珠珍宝 那么事实上英国王室每一次都会面临这样的争议 但是现在这个南非的律师 他宣称是已经获得了八千多人的联署 好我们接着把镜头再拉回台湾 中国大陆真的可能对台动武吗 这是在台湾社会满场讨论的话题 不过最近川普时期的前美国国安顾问又再次警告 他认为习近平很可能在这一到两年之内就会武力侵台 继续请教慧云他是以什么样为依据提出的呢 好要看到这个是前美国国安顾问欧布莱恩的发言 那事实上呢欧布莱恩最近有一直不断的针对两岸议题 提出他自己的看法 那么现在他是接受了日本的独卖新闻 他的线上专访表示说 他认为中共武力侵台的这个时间 可能已经缩短压缩到一到两年之内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景象 他表示说过去呢美军司令戴维森还有说过 他认为中国大陆武力犯台的时间轴 是定在2027年那当时提出的时候是2021年 所以认为还有六年的时间 但是呢欧布莱恩就说他认为现在这个时间可能已经压缩到一到两年之内的 他呼吁说美国跟日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不断强化台湾的防御力 防御力让中国大陆认为说这件事情是有风险是完全不可行的 要来逼中国大陆放弃武力犯台的这样子的野心 不过呢欧布莱恩之前来过台湾 那么在三月底的时候他也说过 应该要教导台湾全民要如何使用步枪 那此话一出呢确实在朝野都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不过他本人呢也一再澄清说 其实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要传达一个意识 是要强化全民台湾的防卫意识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